女子跌头行走 惊险逃离火场 聚烘火焰逼近道路 浓烟让能见度趋近于零 驾驶只能硬着头皮向前开 三场大型烟火迅速蔓延美国南加州 短短几天烧掉三分之一个洛杉矶 超过四万公顷土地复制一炬 数十栋民宅焦黑毁损 上万居民被迫撤离家园 美西才刚进入野火季 烧毁面积就已经是2023年一整年的快三倍 高温干旱加上山区陡峭地形 拖累救火成效 人祸更推波助澜 有关单位调阅监视器追查车牌 逮到一名34岁男子涉嫌纵火 在他的住家与车上查获相关作案工具 然而火势依法不可收拾 邻近的内华达州 亚利桑那州 爱达河州和鄂勒岗州 也都纷纷爆发野火 民事新闻再入期综合报道